或是有其他的感受呢? 是甚麼驅使你有這個結論呢? 為甚麼你會覺得這個病人是一個這樣的病人呢? 你有沒有問你自己見到一個病人 你做出這些假設是否正確呢? 其實你想想,我們去探討一個病人的時候 大家都心裏是怎樣? 最好選擇一個是宜相處的 多話說的 好像有很多笑容 那些氣爆爆,又或者是一些比較靜一點的 大家都很害怕的 為甚麼你會對一個病人有這樣的假設 你的想法是怎樣? 其實這也會影響你和那個病人的相處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做關顧,我們做探訪,我們做照顧者 其實我們都有我們自己背後的工作 是不是?被老闆罵完 回到家裡的兒子又不聽話 我們會帶著很多的情緒去進入一個關心人的環境 我們有沒有留意到我們本身的態度 情緒 經驗 甚至我們以前面對我們自己的家人 自親離世的時候的恐懼和傷心 其實都會影響我去探訪,關顧,照顧一個病人 作為一個醫護人員的時候 我們是否會建立一個開放和具有同理心的態度呢? 還是我們把自己內在的心理不斷地收起來呢? 其實師傅提醒我們關顧一個人 去重現一個病人的尊嚴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要反省自己的內心 當我們去照顧一個病人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有意識地把以上的提問 作為生命的反省的話 其實我們就開始能夠和那個病人有所聯繫了 師傅建議我們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在醫學會議上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出完隊 回到教會 有些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討論我們醫護人員 你覺得那個態度是怎樣? 又或者我們作為一個探訪者的態度是怎樣? 這種態度 或者我們這種的形態 會不會影響我們照顧病人呢? 這種反省其實會有幫助我們 去看到我們自己的態度 然後重新去再調教過 第二類就是 說的是行為 很多事情好像很值筆 不過也是很真實的 我剛才說我們要和病人的相處 我們要用一個仁慈的心 用一個尊重的心對他們 我們要重視病人的相處的時間 很多時候有很多的探訪者 或者關顧者 會覺得我現在是來幫助你的 我現在是去打救你的 這種態度是否可以 絕對不能 但亦的而且 我很多時候在教會裡面 是經常會看到的 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病人 當他們去到很後期 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時候 正如我剛開始很年輕 做實習醫生的時候 那些醫生就會把他帶 感受到你得到他完全的注視和關注 甚至我們可以的時候 如果我們做探訪或者治療的時候 如果能夠叫到他身邊的朋友 身邊的重要的人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會更加有幫助 我們要注意很多時候 我們去探訪或者關顧的時候 問到很多病人的私生活 我們要受口如瓶 不要隨意地說出去 有很多時候 我們去做探訪或者照顧 甚至我們做醫生 會以為自己高功在上的 我們用很多我們自己的言語 說我們很多自己的說話 但很多時候 病人其實未必不明白的 重複解釋 重複的聆聽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都要問病人 會不會自己想知道更加多 才可以幫助他 剛剛所說的 其實有些很細微的動作 大家可能看來很普通 但這些動作 都可以幫助病人有出炎的 簡單來說 一杯的涼水 幫病人穿拖鞋 又或者幫別人戴著眼鏡 戴著狀態器 甚至幫他調高 調低床 其實這些都可以令病人的感受舒服很多 但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今時今日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很細微的動作 全部已經是假授於醫護人員 我們見過真的 有些病人家屬來探訪的時候 然後就按個鐘 按個鐘做什麼 原來就為了降高了床 雖然已經有些電動和自動的掣 好像遙控那樣 都要護士去這樣做 其實是挺悲良 令到我們少了 直接跟病人接觸的機會 通常在醫學院裡面 教我們要對病人有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明白病人的感受 從而你能夠相應的態度和回應 但是 教授提醒我們 甚至挑戰我們 不單要有同理心 是要更加有一種憐 或者是同情心 什麼叫憐 什麼叫同情心呢 憐憫其實是一種對苦難 有一種深度的觸覺 是以解困夠為 悉苦助難為你的志向 憐憫超越了你的頭腦的認知 你是會有一種衝動 或者有一種渴求 你是想幫助病人 令到他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覺 你會立刻想到最明顯的 反面教材 可能就是我們這些醫護人 為什麼呢 因為醫護人很多時候 都做到很累了 做到燃燃了 做到已經是非常 吸引了 耗盡了 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環境 空間 重新去培養 我們深入的同情心 包括一些故事 油畫、電影等等 去幫助我們 重新培育這個同情心 而很多的研究顯示 原來溝通技巧的訓練 是有助加強病人的 所謂加強病人的 醫護人員的同情心 很多時候 我們去見一個病人的時候 其實最難的就是 跟他溝通 很多的誤會 或者很多的不了解 其實正正就是 因為溝通不足而導致 如果我們去探訪一個病人 關於那個病人之前 有溝通技巧的訓練 其實也會對那個 病人的尊嚴是有幫助的 《安老同情心》 我想起 《八學福音》一段的經文 有一個長大麻風的 來求耶穌 向他跪下了 為什麼呢? 他跟他說 如果你狠的話 就能夠將我結成了 耶穌讀了詞心 在那裡的英文 他說是 Jesus moved with compassion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伸手摸他 他說我恨 你就結成了 那故事怎麼樣? 大麻風就離開了他 他就結成了 其實如果你想起 這個動作 耶穌當然很厲害 他醫什麼病都可以醫治 但當他伸手那一刻 除了醫他的病的時候 其實他重建了病人的尊嚴 你想一下 我有大麻風 有沒有人敢碰我? 沒有人敢碰你 因為你有大麻風的時候 你就是不潔的 個個都搶著走 耶穌 其實他講一句 他就會好回來 也試過幾次 耶穌 觸摸他的動作 分手摸他的動作 除了令他大麻風消失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重建病人的尊嚴 但很多時候很難說 真的很難開口 我們有時候有些語句 可以幫助我們 去肯定病人的感受 例如 當他一直在說 他的個人經歷的時候 你可能和他試一下 這樣說 這個經歷一定很可怕 這個經歷一定很辛苦 你的治療過程當中 一定是經歷了很多 很無助的朋友 不過這都是正常的 去肯定他的經歷 肯定他的感受 然後去問他 回頭 此時此刻 你的生命中 有什麼是最關注的呢 有什麼人在 有什麼事 會令你健康有影響呢 你想找誰來看 你想找誰來幫你呢 要不要幫你找軟木 找心理學家 等等 其實你這樣聞的時候 可能你會打開一片新的天空 講回剛剛那些故事 最後我怎麼選擇呢 我沒有做過任何安樂 所以大家不要報警 但是我覺得 Professor Triplanoff 的模特兒 非常有意義 因為如果我們將 Professor Triplanoff 的模特兒 放回兩百 放回風哥的場景 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突然 突然開朗了很多 我們有一個圖畫 讓我們知道 怎樣去幫他 兩百寶生 有沒有心理和心理的困擾 一定有 是嗎 喘得很厲害 很害怕 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覺得電影很辛苦 不想帶 然後就被人罵 爆到不開心 所以走不掉 因為有個病 所以令他的手腳 非常不靈活 所以他才要拔頭 但是因為手腳不靈活 他才被人送去老人院 那些惡性 不一樣地來 最重要的是 你要發覺 其實在剛剛那段對話當中 他講了很多自我延續的問題 跟家人說 就是火滾 有一段故事 我還沒跟大家說 為什麼這麼火滾 就是因為 最大的火滾 就是因為 他家人送了他入老人院 很正常 當然是家人送你入老人院 跟醫生 但是他就覺得 這群人全部都害我 我以前養大你 幾十年養大你 幾十年之後 你們各個就送我老院 那開不開心 一定不開心 他不開心到一個地步 甚至他不認 去送他入老人院 最倡議送他入老人院的女兒 不認那個女兒 不認到一個地步 就是那個女兒 後來生了一個嬰兒 所以那個嬰兒 你想要叫那個病人做公公 對不對 我沒有搞錯 但是他不讓那個嬰兒 叫他做公公 他說 你叫我叔叔 好了 我不是你公公 傷不傷 很傷 對不對 那麼 他跟他太太關係 當然不好 太太探望他的時候 就說 我為什麼跟你一起 有賺的這麼多錢 現在你又丟下胡老爺 很多很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些自我延續 角色傳守和位置自豪的問題 當然 病人被人送到胡老院 失去了希望 沒有任何的自主控制 也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的病 越來越差 他本身也不是一個 很懂得去面對疫情的人 他很想做回他平常想做的 走上的事 但是進去胡老院 你想做什麼都不能做了 沒有私隱 沒有人去支持他 他也跟他翻臉 他也沒有什麼朋友 他又進去覺得醫護人員 或者是胡老院的人 粗聲粗氣 又覺得自己腹裡別人 所以所有尊嚴的問題 受損的東西 都在這個地圖裏面 是不是 其實你發現 我們針對他 針對什麼呢 我們沒有跟他 一針打死他 沒有跟他進行安樂死 我也沒有勸他 要繼續戴機 我也沒有找人去綁他 我更加沒有去跟他拔那個機 其實拔不拔機 對爸爸來說 還不重要 其實完全不重要 你發覺 如果我們用 教授的模特兒 最重要的問題 他想拔開他的養理機 其實是因為他想告訴別人 我的尊嚴受損 我是想拿回主意 我是想拿回自己的自主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 別人都覺得 不是跟醫生做的事 不過我們把他的心聲 告訴他老婆 告訴他不肯再認的女兒 其實他老婆和女兒 親不親他 親不親他 其實每次探病 雖然伯伯不讓女兒來見他 其實女兒又去到病房外面 一直在外面等著他媽媽出來 我們告訴他 其實最重要的 根本就不是問候 不是打不打針 最重要的是他覺得沒有尊嚴 他們知道了的時候 就回去跟病人說 其實爸爸我真的很愛你 我們很疼愛你 我們很尊重你 女兒走出來 然後 沒見過幾年了 你想想 都去跟病人說 其實爸爸我真的很疼愛你 當然大團疫結局 當然那個病人很開心 他肯認回那個女兒 他肯認回那個外孫 應該叫做 在這件事上 蚊癢還不重要 你發覺第一個選擇 不重要 第二個選擇也不重要 第三個選擇更加不重要 因為問題不是他拔不拔呼吸機 問題是尊嚴受損 他需要的治療 其實一句說話就是 爸爸很愛你 但是他為了這句說話 其實折騰了五六年 出出入入醫院 出出入入醫院 我們沒有什麼特別做 我們幫助病人的女兒和老婆和全家 走到病人面前說這句說話 當然病人很接受 從此沒有再跟我說 去不去拔呼吸機 當然他的肺也越來越差 病人去到死那天 其實都是帶著呼吸機 但是我們沒有用針藥去了結了他的生命 沒有拔呼吸機 他的肺當然越來越差 沒有辦法治療他 但是我相信他到臨終的時候 他的尊嚴和傷痕是可以修補的 大家同意嗎 記得青鋒嗎 就是港澳兩地走 一輩子很悠游的一個呢 如果我們用了 Professor Chucherov的模特兒 你會發現他的困擾是另一種 他的可能性的請求 或者他的不舒服 是來自於他的心理的困擾 他的心理的困擾 他本身經常會告訴我們 現在痛就痛到走不了 因為吃不同的藥 令他人很吵很累 想去見朋友就見不到 當然他也沒有什麼朋友 他也會說 我沒有了老婆 我的女兒又不理我 所以他會懷疑自己的自我延續 角色存不存留 我沒有了自豪的感覺 想做什麼都做不到 當然最重要的是 身邊的人沒有人去對他好 沒有人去理他 所以他就想要求我死 我們用Professor Chucherov的模特兒 就發現了 原來真的很重 那些問題其實是相對應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包容谷的治療 第一步 首先我們醫好那些痛症 無論是用藥物或文理治療 減低了痛症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幫他建立不同的網絡 我們找了教會 我們的傳導人 我們找了我們的院目 找了我們的社工去幫忙 有不同的網絡去幫忙探望他 有時候上他家 有時候來病房去醫院探望他 也有社福機構跟他熟學的時候 就幫他做了一個生命回顧 去趕回他以前威風的事情 另外就幫他安排了 找回他的女兒 找回他的太太見面 那女兒之後都很定期來探望他 病人就沒有再提出要打毒針 更加沒有再問我借4元去買六合彩了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原來Professor Chuturo 的模特兒 其實真的挺有用的 讓我們看到一個人 他尊嚴受損的時候 更加深層次的問題是怎樣去處理 如果不是沒有這個模特兒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 可能真的有些人說他打針 被他死了 又或者拔了一部機 但是真正的問題就是尊嚴受損的時候 我們沒有處理到 我想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其實就是賓仔 大家有沒有看過他第一本書 《我要安樂死》 也沒有什麼 我們已經擔心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他第二本書 總一次失敗 也沒有什麼 不要緊 賓仔的第一本書 叫《我要安樂死》 這本是非常大賣的書 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機會 都應該買一本來看的 我沒有任何廣告的才知道 原因不是因為我去贊成 或者我支持安樂死 而是賓仔的故事正正表譯出 Professor Truchinov的模特兒 專業受損的人 是可以去到點盡 我們看看Professor Truchinov的模特兒 再看看賓仔的專業危機 你發覺其實賓仔經歷的事情 其實全部都中了 心理的困擾 很明顯 心理的困擾 他很多時候都說到 他因為病情動不了 抑鬱 很焦慮 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走不走得回 甚至在ICU的過程當中 不知道會不會下一個 到他不在 所以病症的困擾 全中了 他經常都會說到 在他的《我要安樂死》裡面 他手腳動不了 沒有人幫助他 最後要他的朋友 砌電腦 他才可以跟外界溝通 手腳的靈活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經常有不同的藥物 所以他的頭腦 有時候很鈍 很累 不清晰 不知道外面的人在說什麼 其實也很符合整個 整個疾病有關的疫情 如果我們去到尊嚴守護的範疇 他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我作為一個就未畢業的老師 我有病之後怎麼辦 我還不做到老師 有沒有人去理我的故事 有些人看到我的時候 有些同學 我喜歡的愛人 看到我的時候 我會怎樣 面對前面沒有希望 我想做什麼 又控制不了 我接受不了 雖然他說到他自己 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但他實在沒有辦法 去接受這樣的情況 而他也沒有辦法 去面對一個的疫情 他會怎樣再重新 他很想活在當下 他很想過的生活好一點 他很想以前 在羅富國的時候的生活 做學生的生活 快要做老師的生活 但的確他做不到 雖然他很熟識基督教的信仰 他提出了很多的基督圖 去探訪他 但他覺得這些靈性的支援 對他來說 也沒有幫助 也不貼題 在病房裡面 沒有任何的私隱 他想找人幫 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聽到很多護士 醫生 那些語氣很差 很不開心 又很擔心 負累了他父母 都年紀大 甚至在想 他過世後 其實他父母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今天 對應了 教授羅富國的 專業模特兒 是不是發覺 其實賓仔面對的 專業迷跡 其實完全中了 其實是很重的 真的 有沒有看過第二本書 賓仔最後在我們醫院過身 但他不是因為安樂死過身 而是很自然的過身 但大家有沒有看過第二本書 或者是他之後的故事發展 之後的故事發展 就是很多人去鼓勵他 很多明星、政要、董建華 都回信給他 鼓勵他 開始有很多人去探望他 幫他能夠帶他出去 很多不同的活動 去很多的講座 有辦法將他的故事 甚至可以在不同的演講講出來 甚至他能夠寫到兩本書出來 其實你發覺 我其實針對了不同的專業受損的部分 去處理了的時候 其實賓仔的態度是改變了的 賓仔之後 他仍然在爭取安樂死 不過如果你問他 他還會不會主動地求死 其實他的求死欲低了很多 其實我相信 雖然沒有說 找他做一些專業問卷 但我相信就是社會各界 去幫助賓仔 去將他的專業重新修復 所以賓仔有很不同的態度 他說他最具資格 認為失敗之後可以屯廢 但不能夠借酒消仇 因為走入仇場 其實賓仔的竹筋很漂亮 何況如果沒有一個清醒的頭腦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人生 無論時間浪費了多少也好 總會有一天會從死戶端裡面削得通 和在交界路上抉擇的時候 是不是就這樣過餘下的日子呢 或是走另一個方向 擺脫以前無所事事應該的心態呢 但時間真的能夠沖淡一切嗎 其實你看到賓仔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當社會各界關注他的時候 你不可以不可以ingo 請賓仔 請賓仔